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国安队和首尔的首回合较量也就刚刚过去的一个礼拜 两支球盾其实也花了时间做尽快的调整 在这个组当中应该说北京国安队现在的状态和形势都非常不错 他们在这个组当中目前是排在小组第一位 而且今年在这个组当中目前首尔暂时只是拿到了6分 而北京国安队拿到了12分 那么结合第一回合的较量 其实想问一下公主党 就是首尔这两年他的整体的状态似乎有比较明显的滑坡 今年在这个组当中 从中超的几支球队的形势来讲 是不是我们可以说目前国安队在这个组算是形势相对最容易的一支球队 对 他现在是四连胜 就了解国安在亚冠参加对比当中 如果四连胜或者是小组的全胜 小组第一次出现 他已经在亚冠参加了对比 其实现在状态国安的很火热 而且内外园组织的现在状态调整的要比联赛还要好 而首尔这边这几个赛季是波动比较大 他频繁的换帅 人员变动使球队的稳定性并不是很好 所以这支传统的亚冠的强队在小组赛的表现的进程 现在跟国安是有差距的 我们现在先把时间一起交给前方 我们通过直播画面来看一看 北京国安队和首尔FC上半场的比赛 我们再结合着画面一起来深入一下刚才聊到的话题 专注 为梦想 为热爱 为未来 你专注每一刻的生活 我为你专注每一滴的纯净 你我的遗宝 好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段呢 收看体育当正在为您转播的2020赛季亚冠联赛 东亚区小组赛第五轮的争夺 今天呢在一组当中 北京国安队要迎战来自韩国的首尔 那实际上呢在第四轮比赛 对于首尔来说呢 其实是非常关键的较量 但是在第四轮当中 首尔最后是被来自泰国的青来连啊 最后时刻给他绝杀了 那场比赛其实对首尔的士气影响非常大 对 阳光打到现在呢是爆冷 算是爆冷的一场比赛 没错 因为对阵青来连的比赛呢 在上下半场 首尔队在防守的最后时刻都出了问题 青来连呢是当时在上半场最后时刻 首先领先 在下半场最后时刻呢 又绝杀了首尔 所以目前这个小组的形式呢 首尔现在拿到六分 而墨尔本胜利和青来连呢 各有三分 首尔能不能出现 最后两轮比赛也非常关键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北京国安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 这场比赛呢 国安队虽然在这个组当中形势非常不错 但是轮换的幅度呢 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在门将位置还是一号侯森 后防线三号渝阳 四号李磊 二十四号杨帆 二十七号王刚 中场五号奥古梭 六号池中国 十号张希哲 二十一号比埃拉 二十三号李可 还有封线上二十号王子明 当然从人员使用上 国安队还是做了一定程度的轮换 今天中场的指挥官呢 还是奥古斯托和比埃拉 这场比赛的主材判呢 是来自新加坡的塔奇 其实国安的三个外源啊 包括规划球员 主要是奥古斯托 还有比埃拉 比埃拉呢 是因为到联赛的最后尾声啊 它有些伤病 打得少 我们现在呢 恢复以后 体能状态应该不存在问题 包括奥古斯托 这个联赛 在国内联赛打的并不是很多 包括李可 规划球员李可呢 实际在 联赛当中啊 在他的前面那三个人啊 两个外员 古亚球员呢 都是打打停停啊 所以现在亚冠来说呢 他可能身体上 并没有积累的一些疲劳 刚才画面当中看到的是 首尔的主帅李远准 今天首尔的首发阵容 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啊 现在画面当中呢 大家看到的是双方 这场比赛的替补大名单 今天首尔的首发阵容 门将21号梁寒斌 其他队员包括2号黄贤秀 15号金远直 20号车五连 22号尹荣善 40号金远军 19号尹柱泰 25号韩赞西 27号高光明 11号曹永旭 和37号 郑汉玉 今天他们是把封线的 主力前锋朴竹勇啊 放在 大名单里面轮休了 上轮比赛 朴竹勇呢 进了两个球 其中一个被吹掉 球队最终是1比2 输给了青来连 这个小组看来 就是摩尔本胜利 跟首尔FC 争小组第二身份 没错 国安出现 已经给现在 国安就保小组 第一的身份 双方上半场的比赛 马上将会开始 亚冠联赛一组 第五轮的较量 这场比赛呢 从双方今天的心态上 北京国安队呢 在目前小组形势 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其实要充分利用 小组剩下的两场比赛 给自己要轮换的阵容啊 做一些必要的演练 和状态的调整 因为一旦进入到 八分之一决赛 也就是这个周末的时候 实际上比赛的强度 和比赛的压力 对于整个阵容 大名单的考验 那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这场比赛 国安呢 如果打平 他就已经闻锁 就是小组第一的身份 没错 我觉得这个教练 布鲁诺也是考虑啊 让球队这场比赛呢 先确保拿分 先看这球 然后一脚上脚球 然后最后 这青海恩天比赛呢 就是已经获得 小组第一身份了 那他呢 就是完全可以使球队 进行 可以是整体的一个轮换 来准备 这个到了淘汰赛 四分之一的淘汰赛 比赛刚一开场 首尔队是曹永旭在边路的突破 制造威胁拿到一个脚球 罚球的是25号中场的韩战希 欧队还要注意盯人 国安的采取的基本上是人盯人的防守 叫球 后面顶出来 外围二脸球 对方在打 这球打的质量非常不错 有威胁 侯森判断还是非常及时的 这个球打的完全包住了 过来之后还是个反弹球 扑就难度很大 说明的是尹珠泰 还是韩战希赖法 23岁的中前卫 今天他在韩国的联赛当中 常规赛进了一个球 这两次都是找前点 因为这场球呢 对于首尔来说 如果他在 在比赛状态上 和比赛的积分结果上 不能够拿出一个 好的面貌 好的状态的话 这个组当中 他想再出现 最后一轮 就得看别人脸色了 这轮正好赶上 毛尔本胜利对阵青来连 当然对于这场比赛 首尔的状态来说 那场比赛打平 可能对他是一个 非常好的想要的结果 是 太阳现在于阳 先走边路 交给王刚 虽然在小组呢 形势有优势 但是具体到没场比赛 国安队的队员呢 在场上 这种精神状态 应该还是得有 适度的紧张 因为对手 本身在小组当中 目前面对的压力 和在场上将会施加的 压迫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看了阶段呢 我看这个首尔在中前场 投入人员还比较多啊 进攻方说呢 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势 首尔呢 以往拿过韩国联赛的冠军呢 拿过三次 但是他这三次冠军啊 每一次拿完之后呢 都得隔那么一段时间调整 从85年第一次到90年 第二次 然后第三次是在2000年 所以这支球队呢 从他俱乐部的发展历史来讲 可能也确实 呃他有过一次巅峰之后啊 他就得经历那么一段调整期 现在这个阶段呢 今年在韩国的联赛常规赛 他们是打到第七名 进入到了保级组 保级组在B组当中拿到第三 呃可以客观的讲 这个阶段也是在首尔俱乐部的 发展历史当中 算是又一个调整期了 嗯 张细哲 找网纲这下转移错了 好说在上场在这接影啊 他别拉跟上来了 不急了 这下没领好 嗯 这中国上的很及时啊 别拉再给 门将呢 这场比赛换成了梁寒斌 上一场比赛 柳向勋呢 不能说不努力 但是青来连的 巴西前锋比尔门前把握机会 能力确实非常强 虽然是个老将了 这场比赛可能也是教练呢 考虑到比赛赛程秘籍 所以做一个轮换 门将位置也换人了 这场比赛呢 国安呢 是可以啊 情况上 没有任何的保护框开打啊 不能够发挥 而且呢 基本上在空一上这些 呃 能够首发的队员 都啊 一定首发了 而 FC首尔这场比赛 他压力 他只有取胜 嗯 是吧 你打平了后转 你要看其他 要看Murber生意 和青来连的脸色 又是一较低射 猴森呢 在 联赛进入争冠组 和压怪小赛 阶段呢 经常做出了一些神夫 对 对球队呢 能够 防守线相对稳固 跟他的状态呢 现在十分火热 是有职业关系的 另外我们在 看一些日常的采访 猴森他的性格 还是比较 比较踏实的这种性格 好像也不是特别有 咬线欲的那种性格 所以呢 这能够帮助他在场上 经常有冷静的发挥 王子明回座一下 后旁线的黄贤秀 这段时间呢 他跟王子明的跟得很紧 好的 这个球边路张细哲还在跟 成功的抢了回来 出中国 首尔的队员呢 因为现在小组形势的压力 今天这个比赛一上来 前30分钟 他们肯定会抢的比较兴活 拼的也比较兴奋 所以这个阶段 对于国安队 今天轮换的阵容来说 前开场这个阶段的抗压能力 也很重要 如果顶住对方这股劲 这场比赛往后发展呢 难度也就会小很多了 刚刚谈到的另外一因素呢 现在国安呢 要从战略上考虑啊 晋级赛了 他现在呢 也要避免非战斗检员 伤症的出现 队员呢 一个要很好完成比赛 也要避免这个 没有必要的这个受伤 今天国安的这边 还是打着一个 他们是赛场的 这么一个4231的 分析啊 因为王子明已经挺在前面 当着前锋啊 我中场 你看就是这个啊 别了 啊 张希哲 是中国再加上 啊这个立可 现在张希哲呢立可上以后呢 他的位置更靠前提起 奥乌斯托也是 相当于啊 一个前腰的位置 张希哲今天呢 是就是靠偏左 但是别了 他呢他并不是很固定的啊 他是跑的不较活 单几儿前锋 啊是王子明 今天等于让 啊就船子还是不错啊 但是别人没有其他人去接应 让前几点首发的张雨宁啊 轮到多少轮胸 首尔中场这几个队员呢引住太韩赞西 高光明 脚下还是非常快的 但是今年的首尔其实从整体的防守性上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他经常呢在防对手反击的时候三条线拉的比较开 在这个组当中首尔对自己丢了四个球 但是这四个球对他的积分损失可是非常大 是啊 这四个球 奥米苏 看的很好啊 这样一只套上 就别来行动 别联系 哎 中间 中腰的奥斯特卫的很好 好的 连路还有机会 好球啊 这球传的还挺有想法的 看一看说rc这队就是图然今天比赛首发的球员 包括前两场比赛我们观察到了他这队实力比较平均 嗯啊没有太突出的人物靠整体 所以他必须啊这个保持阵型啊 而且这个队呢啊说rc啊 包括全美仙带等等的卫生现在韩国队都是以体能为主 嗯 就要看他的体能状态 今天他们也是一个4141的阵型 嗯 基本上在小组的这组的排兵步阵方面啊 首尔都是坚持这样的打法 但是他这个单后腰啊 经常容易被对手利用两侧的空档 嗯 两番直接想打身后这下没过去 黄泽民先拿住 火路的 郑汉民已经回防过来 奥古缩 他经常是用甲农托和节奏的变化啊 今天其实从奥古缩的身体状态来看 他恢复的上一场比赛休息的还不错啊 上来以后挺兴奋 打脚远射 脚下不点呢踩的比较清零 他在 今年当中联赛萨卫智的表战中啊 这个第一阶段基本没怎么打啊 第二阶段 也是啊 断断续续 可能整整个这个出场的时间加起来呢 也就是去鱼肉厂 等于这个赛季 大半赛季 他是都在调整的这么一个状态 比埃拉呢是到赛季后半程呢 因为受伤啊 也是 间隔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现在呢 把打比赛打得多了 也今天这就 中套金穴八坎部呢是 回国家队 回民主刚果了 好球 主顾投球 好球啊 这个点不错啊 汪子明争到 这个角球呢打得很耐心 连续的编路配合之后 比埃拉把人带走 然后给张锡哲腾出了一个很舒服的传承空间 球转的位置呢 到中间也好睁顶 就是最后方向控制啊 稍稍差了一点 这个球如果方向顶在门框范围内 门将几乎是没办法 他们四个黄线平均的身高啊得在一比八五以上啊 正面投入能力一点问题也没有 再给杨帆 看余阳 这后方线呢 朴水珠跟余大宝也算多了得到了轮换啊 余阳呢也是联赛打的比较多啊 亚冠啊 作为一个轮换这场比赛呢 他和杨帆打打 杨帆呢 是联赛刚来开始的几场打了 但逐渐的比赛呢 他这个位置还是呃 啊 断断续续的啊 断断续打的不是啊 太狠太多 打控球 老鲁苏 好球啊 很有想象力 他王刚生啊 停一下确实要等了 其他队员只有王子明一个啊 中间爆招点 调整到中路 看一看 吃中国其实 面向的是中路 但是眼睛一直在扫着边路的空单位置 啊 这下比埃拉在示意对方有手球 首尔的队员也都愣了一下 猜判塔奇呢 没有表示 国安的整体推进能力啊 从首回合的较量来看 还是首尔 比较害怕的 特别是国安呢 比较善于在中路做文章 而首尔的防守当中呢 他中路经常是单后腰在保护 我们看现在队形在那边形成一个啊三角形啊 你看 比埃拉 始终国 张一哲在后这个王子明的回接 又生成一个这个戴尔茂的啊 这个钻石形 嗯 所以他这种带有角度立体感的防守队员啊 你上来抢 我就跟你搁在中间的像平时队员啊打控球 六红 我们的紧张 这个阶段的呃 国安队在中场逐渐的形成了连续的传控 而且在前场的也有压迫 这样一来呢 造成首尔队在防守当中 特别是中路啊 现在压力挺大的 开场阶段 他们通过前场的反抢 还有压迫呢 打出了一些前场的攻势 但是这段时间不太容易了 这个传统不太好 直接送给这个角球 这是脚法上的问题 这个方向也能给 但是这个脚法运用的不合理 同时这样 今天国安的队员呢 我刚才尝到了 就是他没有太多 哎真手球了 哎真手球了 没有太多的比赛压力啊 这个这个传球呢 也是有点这个漫不经心 刚才嘉然你尝到 首尔斯的主帅 前辆车比赛 坐在这个第一个主帅的位置上 就说吧 应该习惯于这个主帅 是他以前的一个球帅 但是他呢 有这个职业教练 这个执教的资质 其他教练组呢 现在可能还没有这个 相当于就是AFC 就是亚洲联 颁发的这个职业级教练证书 他不具备这个报名四个 今天首尔开场之后啊 三次脚球机会 从罚球落点上来讲 还是有一些针对性的 两次打前点 上半场比赛开水这15分钟啊 其实双方场上对抗节奏还挺快的 嗯 今天比赛的场地 也是这次 东亚区小组赛 这几个场地当中 相对来说 比较有历史的奥尔萨德球场 70年的落成 场地条件还是不错 在转移 国安的中场这些队员啊 都善于啊 灵活跑位接应 所以呢 中场他一个人数上优势 在加上队员平凡的这个灵活跑位 就很容易把对方的整体房间带来 看这个方向球 漂亮 中路不错 这个球啊 有点像国安队打摩尔本胜利的时候 边路坐给奥古斯多的那一下 一下把对方的内部空档撕开一个口子 就给了一个倒三角的线路 而且你看看加远国安队的包抄呢 是行就三掌行 王子明在前边啊 后边应该是王刚 左边呢 又看到谁了 这个这个 这个点对点对看着 看见了奥古斯托 对吧 他不光是 这个中场打了灵活 那现在呢 进攻当中啊 我传平块球也行啊 我倒三角地面传也行 这国安呢 在进攻当中 这些球队的确实啊 现在进攻啊 多样化 有立体感 开场之后 现在双方都有三角射门 但是最近的这十分钟 首尔很难形成射门机会 李磊 小夏儿 非常好的控球 刚才弯的在中部的这种踢的默契 踢的很成熟 今天对方对奥古斯托和比尔拉 没有什么很好的限制办法 让国安队的中场呢 能够反复的大范围转移来拉扯 就是弄得手尔的阵型 现在可以保持队形 但是队员呢 在找目标人上面有点云头转向 是啊 跑会飘忽很灵活 让你对不上号 所以说我们所有国安呢 可能打一个常规的 或者这个七日停战 四二三一 但是你他中场一跑 一跑起来 就你感觉不出 他到底是四个中场 五个中场 甚至还是感觉 就是这个文武明回来以后 六个中场 两个边后卫 现在是 这个 现在足有理念 这个相当于瓜调拉扯的 边后卫 要经常进到中场 来协助来中场控球 中场的内部区域 所以这个 别拉 好球啊 现在还稍微大了一点 别拉今天给了很多这种 走外线往内线传的球 声中机器 这种传球呢 让后卫选位上很难处理 再加上王刚揪路啊 二五觉得对方这个动作 有点鲁莽 反正一下 我感觉没吃二五 说身体动画跳的来够的话 扛着一下 但是首先呢 说说fc的这个队员的 抬脚一点过高 对 不论我们现在已经把球队 啊 说是调整的啊 一个比较最佳的状态 进入亚冠决赛阶段阶段 嗯 其实最主要呢 是启明队员的恢复 没错 就是浩古斯多比埃拉啊 再加上啊 这个 这个 李可啊 又能够在冬天两个 这个串联 虽然八海部现在缺急 但是张宇宁啊 从打山东鲁能 就是进入淘楼 那场比赛的你个进球以后 使他呢 在封建上的这个自己心啊爆棚 对 至少渡过了 呃 来到多哈之后 头两轮压惯的那个困难的调整期 手尔队这次的反击怎么组织 他还是想走左路 叫张汉民 现在手尔的两个边路啊 有点打不出来啊 你看关防伙当中啊 这个 李可 时中阁张一哲 又形成一个啊 三中场的这么一个防守体系 加上四后卫啊 奥斯多啊 比埃拉 再加上王子明 他们呢 是基本上退到中间谷鼓顶啊 就不再更多的深度防守 这两次转移找左路的高光民啊 效果都不理想 对 那我们要说国安的四二三要整体的防守 要给他变成这个防守的阵型呢 就变成一四三三啊 这是脚下办人犯规了 防守的晶圆值 比赛来到二十分钟 比分暂时还是0比0 双方开场都现在总共 完成了六角射门 都有机会 但是相对来说 手尔的射门呢 更多的还是远射完成 在定位球当中创造 别人来打完配合 撞墙是配合 自己被绊到 今天开场之后 应该说主裁判 整体在对抗尺度上 放的还是比较宽松一些 好的 这下阿鲁索 比尔拉的突破 拿了一个前场定位球 这个位置非常好 其实本身这个球 比尔拉带的稍微大了一点 是吧 不太好调整了 但是他的灵活呢 使得对方后卫 没法做动作 这对手尔的防守来说呢 是个很大的挑战 在这个位置 进入到国安队任一球 比较有威胁的区域了 比尔拉在加盟 北京中复国安以后呢 他这个定位球 直接是门得分的 这个概率还是不相当高的 防守一方 搭了五个人墙 国安这边呢 在人墙 现在国内都来的精神要求 距离人墙 搭挡拆 要有一米一米以外 他是在人墙 这个战术 这个战术呢 叫芝麻开门 两个人突然闪开 这球打得很突然 战术成功 漂亮 就是这么一晃啊 门将能看到球的时候 反应再快 他下地速度就一 是跟不上了 这球比尔拉呢 打得很聪明 芝麻真打开门了 就是从这两个人这过来 你看这俩的不躲 是什么一个 来北京快点 怎么样 哈腰 是吧 把腰里哈上去 就这一下 从墙边过来 虽然门将呢 有预感往这个方向去 但是他下地速度跟不上了 而且看比尔拉这个球的高度设计 正好是两个队员哈腰以后 从身体的上半身打进去的 漂亮 精心的设计 但是这脚法得靠谱 没错 是吧 在这个位置啊 本身比尔拉的突破呢 创造了定位球的机会自己又主罚命中 现在北京国安队一比零在比赛当中领先首尔 他那个比现在呢 国安啊出现啊 已经没有任何的压力 所以队员的比赛的心态啊 是一个很放松啊 能够更大胆发挥的 从刚才这个定位球的眼里来看 对方就是这个国安队员就好像在这个训练当中 没错 训练当中这个演练定位球的感觉一味一样 这有时候啊 就是我们说这个比赛的感觉 他的状态好的时候呢 他比赛的感觉好像冥冥之中 他就能抓到想要的线路 是 脚法呢也能踢出来要的那种感觉 这下脚下稍微有点半算 当然对于热内西奥来说 他需要考虑的是 现在球队整个大的阵容 进入到淘汰赛抗压的能力 因为小组赛打到这个阶段 有时候你领先幅度大 后两轮比赛 调整不好 可能反而把球队的心态给放松了 黄贤秀会给了门将梁寒冰 所以他打这场比赛的 给我的一个感觉的思路啊 就是 也可能他也可能做 做好准备就是到了进行赛 可能还要打韩国队 你这样的话呢 从适应韩国队的风格 和积累比赛的自信 那可能对国安队的进行赛是有利的 打到球出来 交到左边还是高光明 这下封堵很关键 对方 一个搂抱的犯规 犯规的是韩赞希 一样 你看现在能贴硬的时候 所以说咱们可以说 转不了身 或者说我传完以后再传 让你防守队员的老是定上点 再局部 你要上来抢 我把它传出去 其他再来 后边如果一漏份的话呢 再一回传往前一传 现在悠悠play 那就可以打直接打背后了 对对那就再回座 前面有一球 国安队中场今天向张希哲 赤中博 李可 再加上比埃拉 看上去呢身材都比对方矮半头 但是脚下的动作半径小 平率快 而且刚才你看见到刚才把对方方向的重心 人家吸到中国王刚一后插 好不说侧后身来 就是一个协商人打背后 长短结合的好 长短期分道边路 现在把正汉民调到右边去了 就搭配曹永兴曹永旭 曹永旭和正汉民的两员小将都很年轻 一个21岁 一个29岁 冲刺的速度也非常快 上一场比赛打青来连呢 他们俩的突破还是很有威胁 这个位置很难起脚 这下 这是曹永迅 他和正汉民现在换边了 好 这下 这是曹永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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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场比赛呢 马上打到30分钟 双方经过开场阶段的那个逼抢之后 节奏呢稍微有点缓和 这次对方的边路传中 在中路还是很有威胁 虽然从慢放来看 确实能抓到的机会也不大 但是如果让首尔多打这样的传中球 对国安对中路防守压力是很大的 我看现在西车在左 迟通多在中间啊 李可在右啊 三个中场 啊 队员的在四位身前形成这道屏障啊 有转租 李可交给别人了 好球 这个球穿过来是有点运气成分 打一脚远射 而且在局部的优势啊 其实我们看似啊呃 呃 队员需要更多的跑动 但是呢 他呢能够阵性保守好以后 用球来调动方向队 其实啊 在局部上用人用球调动方向队 啊就有效的跑位啊 啊 造成什么呀 造成对方啊 这个匹能 无球的跑动啊 和心理的消耗会更大 还没有太好接近点啊 啊 这看左路能不能打开 哦 这下可以太大了 这个线路给的人 嗯 啊 完全没法拿了 高光明 在首尔的阵容当中啊 这次参加亚冠的球员呢 80%都是23岁以下的球员 基本上是青年军 所以他们在这个小组当中呢 打压冠的比赛成绩不稳定啊 其实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是 因为毕竟是 周际的赛会的比赛 他既需要 比赛的能力 也更需要比赛的经验 对不同对手的适应能力 包括比赛的心态 这次赛会的怎么办 这次赛会的比赛会的 赛会的比赛会的比赛会 比赛会的比赛会的比赛会 杨帆看了看向前没有很好的空档 转给余阳走另外一侧 靠近接应啊 靠近接应再传 这有点误会了 连续配合当中啊 出现这种失误也是正常的 这是如果关啊 没有自己主动失误 他脚下这么传控球 手指缘很难把就是在关控就是很难 他主动把这个给抢下 对 这段时间呢 前场的防守 尤其是中路第二层 这个位置的封锁效果还不错 这下投球没有给对方机会 奥古索好的顺着过来给比埃拉 还有奥古索再给一次 第一次没过来第二次有了 王子明跑到右路 扯开了 好球 边路奥古索上来 哎呀 要传给王子明 这球其实传过来难度是大一些 自私点呢 打也可以 但是奥古索就是想做给王子明 专门看了看 这种踢法呢 是国安队员在比较当中啊 可以享受足球啊 这种整体的配合啊 通过这个 这个漂亮或者流畅的配合组织进攻啊 向前推进 并不是说很盲目 或者说靠运气啊 这些打也没打进去 原来在比赛这些过程当中啊 这个一种很啊 这个放松愉快的心情啊 在完成比赛 踢着也轻松也兴奋 韩战希 首尔今天向前的传球 每次冒险的时候 这分量都不太好把握 两个边路分别是曹永旭和郑汉明 现在得不到很好的中场调度资源 韩国的球队呢 在进攻当中 以往的比较有特点的配合 就是他们在边路 比较善于打连贯的 二国一配合 但是今天国安队在中场成功的控制 使得首尔呢 本身也很 也很难打出 能够连续推进的配合 王刚 好的 球的负面控制的不错 你看虽然是竞场进行比赛 但是你要随于场地呢 给配上这种音乐有点像 有这个西亚主场特色的特色的这种 这种文化的色彩 好球到边后再传 见着人啊脚下地面球我先推进 至少这个冰月比西亚赛场如果有球迷时候那个垫喇叭要舒服一些 好球嗯 看能不能传起来 下这天分量不错 没能过门将梁寒冰 里脸呢是想找后点的 对 王子明的啊 但是他这球的部位有点这个 脚的脚攻凸太打开了 应该包住球 这儿有点用这还是像像邪后方传的感觉 好球啊 突然一脚射门 这球很有威胁啊 这个球呢实际上是首尔队员的进攻当中 弹带节奏有点不太理想 不得不回敲一下 但是反而给队友架了个炮台 我们再看啊 在这个位置 这两下带的有点不太顺了 但是反而这么一推呢 给队友在中路前叉创造了一个机会 射门是尸打了一尘的 打的效果不错啊 中场的韩赞熙 我看是不是鱼可啊 鱼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暂时坐在地上 我一经常先检查检查 韩国队也试图打控球 但是现在这位官队啊 这个控球的这个成功率太高了 而且呢就地反强以后 马上就把球权能够夺回来 一个是双方这个控球的能力来说呢 国安呢是明显高于一筹 再有呢 韩国在现在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比如说他有速度快 个人特别能力强呢 刚才谈到了 他整体的队员的实力比较平均啊 没有太突出的人物 所以特点呢不是很鲜明 很难以点待面 李可呢先到场边 在等待进一步的检查结果 往前横向的拉扯 把对方调动出来之后呢再往前走 我坐也坐在地上了 我再给高光明 这个内部空档要小心 到三脚位置要小心 韩赞兮 这下贴的很及时啊 鱼洋贴过来让他没法摆腿 这边来告诉我俩人这个莫及姓 他们俩谁接的时候 第一时间呢能传出去 传到再接啊 然后对方呢不感觉是 他是谁来控球 两个人不断的这个传导 再加上张锡哲 有时候啊也过来以后呢 形成三个人的啊 这个局务配合 石中国呢在斜后方是侧应啊 不怕转身侧应不想看 你这个转压这个 这个吕鹏上了 吕鹏换了李可 不知道李可是因为什么伤 没法坚持了 我说呢刚才断球判断的还挺准 但是球断的也踩到人了 加上车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 现在国安呢形势一变大好 要避免最主要避免的就是啊 这个非战斗检验 嗯这本身也会是 从今年联赛赛季发展的亚冠赛程 这个过程当中疲劳带来的伤病隐患 对然如果累积疲劳比较严重的话 他就容易出现 厂商的肌肉伤 小球防守官这边呢 踢板上踩鱼啊 人丁人啊 奥布斯托跟王子明两个前年保护的 今天中后卫啊黄贤秀 首尔这批防线的年轻队员当中 大部分都是中卫类型的 边路类型的不太多 两个中卫都已经站到底线边了 充分的利用了后场的宽度 他就只能要取胜 对吧 还这个确保小组队能够出现 否则的话呢 他这场比赛不拿分 那就要看 摩尔布森丽跟这个轻队连 一旦分出胜负他就很麻烦 很麻烦 中国参赛球的众日程度来说呢 我感觉咱们中超韩国的K联赛 包括日本的这联赛众日程度很高的 对啊 澳大利亚联赛毕竟8月份就结束了 嗯 客观原因造成的 哇这球挑的很呢 嗯 突然这就是这种放纵心态是吧 你看是传统但是这太近了 这需要一个跑步线 那我比赛拉我就我挑一个球是吧 我挑出个跑步线不行吗 这球我挑好了真是一个让防守啊 凑不及防 王子明会顶得很从容的这么一个啊 射门机会 比赛拉的天赛提球风格真是啊 这个接啊 北京的独特风格地气小快零 他这场比赛能感觉说状态 应该是他恢复以来最好的临场状态来讲 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呢 已经到了40分钟了 北京关队是凭借着比埃拉 自己突破创造的前场定位球 直接主罚命中暂时是1比0领先 首尔上半场开场阶段打过几角 有威胁的远射之后啊 现在很难打到前场形成射门 因为在中场的上半场比赛 国安队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控制力 但是现在对国安队来说呢 上半场比赛离可因为受伤被换 这也是一个不利因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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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拿球 不就很快 他转身半径又小 王刚那边也有 再调整 出中国 原来一提速的时候 让他这个变相 和突然的 传球的这种提速 说完再短的 跟不上他那个意识和节奏 一颗有伤下去以后呢 王鹏这个呂啊 李鹏也能够 马上进入状态 所以李鹏的这个赛季呢 联赛也在段续区在打 对啊 现在呢 北京中国国安的 手发十一人独立阵容啊 再加上替补 板斗的深度 是足以来完成 压贯啊 整个赛场 王子明可以打 张一鸣状态好的时候 他作为轮休了 对 还有谁 还有巴顿 巴顿 对 那个 巴桿布 你在回家 在前空线上 现在三个内缘 这个 这个良好的状态 完全可以轮换打 我们说后外后防线 这球还有啊 好球 王刚传到中路 哇 漂亮的凌空扫射 这球打太拳了 这球身前还有首尔的防守队员干扰 但是奥古索呢 完全没受影响 很漂亮的凌空扫射 这球把首尔门将给打懵了 动作很舒软啊 你看 这球给王刚传这个点的时候啊 回坐啊 没坐 这个落过来以后 王刚 防守队员啊 可能判断 他只是啊 这个预判前点啊 太主观了 打滑了 关键是边路没封锁住区域 这个球打得太漂亮了 比平时啊 在无防守状态 一个传中 而且这球奥古索处理的技术难度 把握的恰到好处 他如果不飞起来 把身体横过来 根本压不住球 这个球的高度呢 要去顶呢 也困难 上半场比赛 国安队2比0了 这要足够数语说的 这要什么呀 这道 腾空以后啊 双飞领空球 有点这个二踢脚的感觉 对 有很好的腰腹力量 对 核心力量 而且身体呢 这个横飞起来的高度 要压过球的一个高点 这球呢 你要不压的头在这个中上部 这很容易打开了 今天这个半场 国安队轮换归轮换 但是状态保持的不错 而且队员在场上呢 一方面呢 是踢的兴奋 另一方面的身体状态 看起来是恢复的很充分 除了李可这次 因为现在我们不太清楚 具体原因是怎么伤的 其他队员呢 总体来说在场上跑动 能看到也是比较清零 而且这样的比赛 因为队员呢 就是一种踢的很超多 对 咱们说有时候比赛 这压力老很大 但是你只有比赛当中 你队员打的放的开了以后 就是自己踢的很超多 你完全在享受当中 享受足足足的快乐 在过程 王子明再给王刚 这一下看到对方已经放产 本身也越位 其实也就是过了开场十分钟 顶住了首尔一上来的那股劲之后 上半场的比赛节奏就完全在国安队脚下了 如果长时间这么压着腿肉打 对方挺良好的心态 个人能力跟整体能力的表现 看看国安现在能不能展露出 这种在亚冠当中的冠军态 这场半场目前来看 应该也是今年中超几只球队 打的最好的一个半场 这样赛前讨论的国安的话题 就是他现在在亚冠赛场 表现的竞技状态和走势 确实他现在来说 在咱们四肢参加中超球队当中 不光是成绩 包括通过比赛的过程 和表现的这种心态 能看出国安是 更有自信的一支球队 王子明地上争得不错 差一点让池中果赶上 上半场比赛 伤停补食一分钟 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首尔队还是交代走路 高光明的脚下 会给韩赞希 他们现在上半场比赛 边路一直打不开局面 所以让首尔的进攻 推进起来非常困难 刚才分给曹永旭的时候 前点和远端 两个边路的队员都越位 也反映出首尔队员现在的心态 好 酒鬼悲求鬼 千金不嫌追 酒鬼出湘西 卷卷传万里 无上妙品 酒鬼酒 专注为梦想 为热爱 为未来 你专注每一刻的生活 我为你专注每一滴的纯净 你我的遗宝 鲜活不止 潮音不断 青岛唇生 鲜活人生 青岛啤酒 酒鬼悲求鬼 千金不嫌追 酒鬼出湘西 涓涓传万里 无上妙品 酒鬼酒 每一滴凝聚勇气 致敬每一颗勇敢的心 以保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择 小罐茶茉莉花茶 选用福天茉莉鲜花制作 七到九次印制 干茶根根直立 泡一罐 满屋飘香 高端中国茶 小罐茶 酒鬼悲求鬼 千金不嫌追 酒鬼出湘西 涓涓传万里 无上妙品 酒鬼酒 每一滴凝聚勇气 致敬每一颗勇敢的心 以保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择 青岛啤酒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官方赞助商 鲜活不止 潮音不断 青岛纯生 鲜活人生 青岛啤酒 华为Mate40RS保时捷设计 为您带来CCTV5 五家精英赛事 华为Mate40RS保时捷设计 创新雕塑感曲面陶瓷 搭载5纳米麒麟9000旗舰芯 芯片 华为Mate40RS保时捷设计 2021年体坛迎来超级大赛年 2月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一周年相约北京亲历双奥之城 3月武山乒乓球世锦赛 活手整双剑指王座 5月世界女台联赛 好久不见 我们要看中国女台 6月绿音风火燃遍欧洲 球迷欢度足球胜下 7月万众瞩目 东京奥运 圣火不息追梦不止 8月世界大学生暑期聚会 来成都成就梦想 9月陕西全运会 三秦大帝展博士风采 2021超级大赛年 近在眼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安队整体的表现 应该是在今年压关赛场 中超球队打出的最好 最有统治力的半场 目前的比分也是2比0 领先韩国的首尔 我们现在进入到上半场的精彩环节 请公主导来分析一下 今年国安队做的比较好的控制的方面 开场 RXC活着一次脚车以后 最有危险的射门 那你们出来一会儿 我们收拾 前面干瓦的神 猴森的事件谈地 但这儿神的猴森表现状态 基本上他没有一些任何的低失误 还做出惊险的铺就 使国安的防守更为稳定 所以说比赛的大部分进程 国安更多的把球团控制脚下以后 尤其中场这几名 控球能力 小范围 肾能力很强的局员 打活了以后 使两个边路 王刚和李磊 这些球员能够很好地打到 对方防守三区 这球往里做 用节奏的变化 再找王刚 其实左边那边李磊也插上了 再往里走 你看在局部能够行冲 刚才又进行站位 巴坎部跑到了中路 跟王子明 两个前锋 再跟上了张熙哲 巴坎部 比埃拉 这些球员 他们在局部相互之间 坚具跑得保持得很好 做一个短脚球的配合 还是变向传球 变入成功拉开了空档 王子明的投球稍稍偏了一点 上半场比赛 在局部的调动能力上 国安队今天做得很成功 对 往里传的带出去 面对卓宾老师的奥斯托 再回个张熙哲一托以后 今天王子明还有一个高点 虽然流犯了张熙铭 他在前面支点作用 也牵扯了对方两个中卫的防守的注意力 往里带进来以后 边路空档了 这是在进球之前 比埃拉定位球之前 国安最有威胁的一次配合 从中路往边路拓展 李磊一个斜线到三角传球 奥斯托赶上来以后 这球他踢的稍微蹭的太薄了 边路中路结合传中球的质量相当高 看我们游手转弓以后 国安现在更擅长的就是他不常传 反而低面的快速的推进式的反击战术 打得零零尽致 这球是奥斯托想传给中路的王子明 打在这双方的腿上了 而且在上半场比赛1比0领先之后 国安队在进攻当中 很多时候小团队的配合 队员都比较善于利用空间 也比较有意识的去利用空间 所以可以看到上半场比赛 国安队在打进一球之后 还是保持了对对方很好的限制 这球很漂亮 中路扫射 国安队能够有这么好的比赛的心态 可以说比他们在 在这个训练中 队员还更敢于发挥 没错 防守队员还是猜 可能奥斯托要掐前点了 他提前往前跑的这样 奥斯托没有动 再点点点和脚进去前点 这球呢 胃得很舒服 但是不能说奥斯托身体 高高跃起以后 两只脚双肺 压得很平 动作很舒展 而且球吃的部位很准 打住以后 就像棒球一样 打得很实 一球打这 守眠真是忘球心态 上半场比赛出现这样一个局面 确实大家可能也没有想到 因为今天的北京国安队做了比较大幅度的调整和轮换 但是即便如此 在这个小组已经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 上半场的国安队还是踢出了高质量的足球 我们希望下半场比赛能够有延续的表现 稍后进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下半场比赛呢 我们跟随着直播画面回到阿尔萨德球场 首尔做出了两次人员调整 首先是换下了2号黄贤秀 替补登场的是35号 梁玉敏 这次是国安队马上把贝尔兰多要换成 另外呢 是这个国安参加小组赛的第一个进球 就是贝尔兰多来完成的 没错 另外呢是25号韩赞西也被换下 中场的66号韩生葵替补登场 还有封线上上半场没太多表现的 11号曹永旭也被换了 替补登场的是36号全程云 国安队呢是换下了张锡哲 换上了贝尔兰多 贝尔兰多的位置开始来到国安的时候 他打了一个相当于击中后腰的位置 他现在有点靠这个边路 这个边前位 他呢在进攻当中呢 更能位置向前挺近一些 有点扮演这个国安队中的 B2B的这么一角色 没错 上半场比赛国安队李可也是因为受伤 被吕鹏换下 这个得到目前被证实的消息 李可可能是庆祝过程当中啊 可能是眼睛不太舒服 那如果这个消息是真实的话呢 李可应该问题不大 不会影响国安队接下来人员的使用 看看下半场比赛国安队是否还能继续给首尔带来很大的控制力造成的压力 上半场比赛国安队的运转非常顺畅 几乎是统治了比赛 两个进球一个定位球一个运动这样的得分也都很漂亮 当然两支球队呢客观来讲从结构上国安队本身就更加的成熟经验丰富 而且阵容当中队员的能力也更强 首尔呢他们的阵容当中确实这次打亚冠的班底是以年轻人为主 这么一个练兵的状态 所以这种情况下能够控制住对方本身也是国安队的追求的 下半场比赛首尔马上大幅度调整了三个位置 看看效果 我们看是不是好像八顿也上场了啊 看是不是八顿把王子明换下 看他还在让他看看有可能字幕刚才没交代啊 啊这一下呢两个队员正好李磊跟吕鹏啊 撞一块了李磊吃了个暗亏 王子明好像还在 那就是八顿 所以我们再提到一个观点呢 在啊确保很好的完成比赛的前提下呢 啊国安的现在要 啊 减少或者避免啊非战斗减员 另外呢也要尽可能啊 以小的更少的这种消耗来赢得比赛 当然啊 啊今天是周一这场小赛结束以后呢 官呢啊 进局已经没有问题了 就看他们啊 啊是以第一的身份啊 进局的话呢 看接下来到四分之一面的对手是谁 那就要到这个周日了 是的 有五个 啊调整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比较充足了 按照赛维制的比赛 世界杯呢 和这个亚洲杯赛设计呢是应该是五个啊 呃 五个五天的这么一个比赛的节奏了 下半场比赛的对手对比埃拉有了比较重点的贴身限制 所以呢比埃拉包括中场其他的一些队员呢在 应对对方的这种踢法时啊 也得 更小心一些了 金远军刚才的贴身犯规撤到一张黄牌 因为这就是下半场比赛国安队要避免的像公主导刚才说的 非战斗检员或者是在场上的这种对抗伤病 大伯韩国球队呢还是很注重身体对抗的 上半场呢他们并没有在这个体能和身体对抗上看有优势 就因为啊 团队呢很好的把球能控制脚下 而且啊不是在原地啊 他是在局部呢能够两个特兰性能推进 你看啊 就来了 特兰兰都来了 比赛了 好的门前这机会不错再补 哎呀这球还是被首尔非常顽强的先解围了 这球就差一步啊 赛中国 已经奋力的去抢这球了 再抢下来 李磊的颁奖的换锅 球发的很快 王刚的回追速度是相当快的 这下很关键啊 把对方及时的贴住 刚刚T5登场的全程宇 他是换了边路的11号曹永旭 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这个球 门前位置没问题 主要是门将出来之后啊 阻挡了 赛中国向前包抄的这一步 这次是首尔在前场的定位球韩生奎 他倒是首尔在中场得分能力挺强的一个球 定位球 韩生奎这球发的比较平 我不错了 连就只能把这个球发的面子 你又来你 哦 这次是你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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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别别别别别别别烦 这就是首尔队员的能力差距 你看他在局部拿球手 他在等什么 没有太好的出球点 就是说明在骑亚 身体周边的队员的坚硬不及时 这个就是跟国安 国安的他拿球手 在身前过两侧 有两到三个出球点 最少两个 这都好控球了 这都好控制了 把门被杨帆给封了出来 抗力还大 来了 车然难多看了看 那个中间区域不能给 还是从边路走比较保险 这也是在传控情况下 这是保持场上的思维警惕的一个表现 因为即便有传控优势 场上有些区域还是在危险情况下 有原则性了 不能轻易冒险 当然了 这场比赛包括在小组赛的这几场打下来 对于首尔这批年轻人 还是有很重要的成长意义 对 因为他作为年轻球员来讲 总得经历亚冠这种赛事的考验 有些学费也是难免要交的 而我们更关注的是下半场比赛呢 国安队作为一支成熟的球队 他的控制能力能不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在里盆和齿忠卓 搭档两个交后腰 张锡德呢 应该是前几场比赛这个出镜率比较多 那现在让贺能够替换一下 贺能够也一样啊 来冲场啊 和我们也包括风天玩的都做的油盆上的这个轮换 球联系的转发文 刚刚是可以有速度的啊 前面一边控白地 嗯没发力 没有也没有压住 嗯 今天奥古斯多的射门弹幕厂转来说 他也可能是现在射门初十岁多了啊 还有一个进球 上面还接了李磊在左边路一个倒摊的传承球 那球是打太薄了 打偏 这球打高 现在快速往连传承球的时候防守的一方防对方传承球 它是往回堆的身体传向 一般是防对方从身前这种地面的分块 它一般是全力从前面身前进去 就是用一个错位时间差 就是它跑位原来站的位置 跑的位置 往它身体呢 可以说朝它身体原来站的位置这么传 正好形成一个倒三点传承 好 边路这下首尔的队员突得很坚决 震撼玉 上半场首尔最大的困难的也是 今天他们中场虽然占不得有优势 但是两个边路也没有打开局面 中场很难把球往两边引 边路做有效的转移 中路 内切之后选择自己打 中场波 这也统伴要跟上来 首尔的门将这球选择的不是太理想 而且他两个中位啊 传完球以后呢明显感觉就是 没有太高的欲望去接手面的脚下球 对 找到别人拉对色 感觉得跟上 好的 后边喊逼急 余扬做到了身体干扰以后把球啊 他从中呢 用身体对抗把球也断下来 刚刚的速度起来了 远路径更新2打1 对方现在防守当中啊有些动作也是偏大的 动作比较空 前面也没有太好的出球点 这脚打的有点仙强啊 也无奈之举 侯森呢本来想接 但是看了看这个球鞋是没有太大威胁了 让了出去 在赛程上呢 北京官队下一场比赛 最后一场比赛他们要面对青莱莲 不过青莱莲呢从今年的表现来讲 这支泰国球队很有特点 他们的泰国联赛目前排在第二位 而且呢从人员的搭建上他中轴 使用的几名万元能力啊很强 善于把握机会 所以最后一场比赛呢 其实在已经确保出现的情况下 国安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在淘汰 在开始前试震的机会 嗯 这就领了不错 这下领了不错 打球 再蹭 来 没有蹭好 就这样从凹子缩了 但是雷强在居住 国安队现在 国安队在控球 这球上有人员柔势 国安队当中在局部 都能吸一钩方手啊 对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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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接 不然多上面下面长相聚以后啊 都被这些打得很糊啊 来这个 全部都在接 都是想要正面接应 嗯 哦 这事 两个人正好 硬碰硬 王子明吃了一张黄牌 这个全程语呢 他还是有一定特点 他的脚下很灵很快 上来之后呢也是想 顶替曹永旭呢 把边路打开局面 前场的定位球找后点 这也是首尔的定位球的一个套路 他们大多数情况下的定位球都是喜欢找后点 别了 摘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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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形成一拙打扫了 啊 这个提前量给的一片开阔啊 很好调整 池中国 再给比埃拉 比埃拉再做中路 非常难断 哈 这个球反而打的有点 最后有点犹豫了 前面的节奏都很好 您觉得他这个 是不是从池中国那儿就调整的稍微多了一点 对 对方啊 防到池中国这个后边有奥斯托啊 王子明那点 池中国等确实等别了别拉地下打更好一点啊 啊 感觉给 但是传给就是费尔兰多费尔兰多这个位置 他就应该用点力了啊 光脚弓推 因为手边 推的太客气了 哎 因为手边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啊 作为做选位跟判断 费尔兰多应该迎求报赦 打的啊 靠整体 谁不参攻啊 还是他这场比赛的 关的批的 我觉得是很享受足球 很像足球这么一种啊 氛围 大家也都想互相给队友做机会 所以有时候在场上啊 这形式不同带来的心态状态的差异 造成的球队 场面上打出来的一些变化 挺明显的 我们再看啊 这下 给过来之后 比埃拉一看中间已经三个人封堵了 比埃拉第二拿球 他就没有做好设门准备 他就想着 找人呢 下一步传给谁 他就得笑 觉得这个球不应该 有时候教练一场比赛打完 再总结这种能抓的机会没抓到的时候 也 也是想给球队的 要提醒的 嗯 全程允 越位很 越来越先 越来还是比较明显 今天首尔的球员呢 上下半场越位 几次都是 还是心态上有点着急了 继续调整 准备上场的是 换下了 三十七号 另外一名边路的球员 郑汉民 郑汉民被换下 踢不登场的是李仁奎 李仁奎也是球队的主力 好球 啊 这一面好像他离来 王子明在前 中下了一点 好 好 好 这儿难多 好的 这下过来的又负尔兰多 又是一个定位球的机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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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路啊 这种啊 快速灵活 那跑位跟配合 那国安队呢 现在队员T的心理声音 有的时候啊 不用拿球转身 啊 背着劲一层一漏 或者好像拿脚 这个一个 操当的一抹球啊 就给生活队员呢 传出来了 看这球 就一个点 还是找 机会不错 李磊啊 这左套船中的第一点基本就是找王子明啊 王子明这身位也跑上来了啊 其实下半场比赛呢 国安队在比分已经有优势 而且体能势必下降的情况下 关键就看能不能用船控很好的调动消耗对方 多打一些有效率的反击 因为这毕竟是赛会之比赛 国安队下半场也得考虑到 自己这场比赛打完的恢复调整的节奏 这球要小心 后点回座 中路啊 这时候打得挺突然的 这应该是李仁葵 而且在侯森面前有个反弹不好处理 这次我们的防守觉得在门前中的保护啊 稍有松懈了啊 这是心态的影响 这球 这球 下来以后就有时间啊 快个人 快速的风雨 但是还是让对方形成了威胁的社门 确实对比埃拉的限制下半场比赛贴身多了很多 但是目前来看的说RFC呢还是没有 看出他的这个特点进攻当中啊 哪些地方有他的特点看不出来 好 保安队调整这个时候要换上巴顿 还有金太炎 金太炎在亚冠小组赛呢 上轮比赛也开始有轮换的机会了 换下奥古斯托 这的话呢 应该让 如果王子明不下来的话 让巴顿跟王子明打两个前锋啊 王刚也是 这段时间打的比赛比较频繁啊 该轮休一下 还有金太炎呢也是 对位坏人 但是金太炎呢虽然是右脚他打左边后也有点变怅啊 巴顿和金太炎上场 金太炎上了以后应该对位换了王刚 啊首尔也有球员可能是刚才对抗的过程当中啊 感觉关节 有状况 下半场米赛首尔连续调整 继续换 撤下后防线引荣扇 替不登场的是中场的金针城 这样他们五个换人名额就使用完了 当然这个调整的也是因为伤病 被动调整 巴顿强托 但是中路王子明这会儿刚上来 好的 后点是费尔兰多 费尔兰多这个摆的意识不错 刚才如果王子明啊 能够提前回头看到后场 后点位置费尔兰多要摆住的话 他只要抢先一步 这球就算抢不到 也可能造成对方犯规了 是 利磊 好的 大范围的控球啊调动 Sorexc的整体的防线 流畅的地面的配合 这个球再敲啊 就有点不太好拿了 哈哈哈哈 下半场比赛呢 马上打了70分钟 或者问您一个技术问题 就是这种传控类型的球队 他也会有体能消耗 那么对他来说 通常比赛当中他的这种传控踢法 他到一个大概什么时间点 或是体能的调整调整节点 这要一个看队员啊在场上的表现情况 比如说这个传球失误率啊 这个这是个很重要的参数 对 再有一个什么样 就是他往往这个传球当中啊 他实际上比亚拉 发布说他有一个突然的加速是怎么样 就是利用个人的啊 控球的速度的变化 还有传球速度变化 这也是一个特征啊 但是常规的来说呢 整体的看这球小危险啊 一般打到60分钟啊 就应该啊 常规来说呢 他就有一个思想准备了 要注意观察啊 同时呢 要有大数据的支持 这二块呢 他的判断会更准确一些 但是有时候的队员呢 这个像今天踢的很顺的时候啊 这样很的 很可能啊 踢到这个 可能延后点 哎 90分钟还还还没进进了 这段时间 首尔在前场的抢断成功率逐渐有点上来 嗯 你看这就是他的技术能力啊 主要说太多 再让人家国安队的比赛控制得很好 那很容易做好的球 他也是啊 脚底也打的踢的磕绊绊 来走边路 还是咱们家后场的 接外球 一蕾前就有点累了 但是现在刚才 现在是下满场 他的套边助攻幅度 频次也比较多 因为这种 其实这个传控过程当中啊 两个编后卫确实体能消耗 是少不了的 嗯 他需要你去 上前的能够保持压制 增加中场的宽度 好 好 接着给阿贴维的保护 好球 非常漂亮 四个人的投入 我们看看啊 吃中国这次 再回来比埃拉调整 这球他应该让给霍叔 他应该往后给贝尔兰多 打起来步点更顺 所以这个就是 有时候场上比赛心态 他会阴差阳错的 可能一次很好的机会 没调整好 下一个该放的机会 又去抢了 脚球数的今天手尔 还是更多一些 四次 国安队有两次 在这以后 中路掉空了 一类快速要回位 这次他身后呢 没有航空队员插上 再敲过来 只要国安队自己把阵型收回来 以对方今天场上的实际能力来讲 想去撕扯开口子 挺难的 听他这次又是很潦草的意料 射门也太多 没有太多的办法 啊 找后连 他前面没有一个高连的支点 他现在对国安的两个 中国也是来导致的危机 对 不然难度 比埃拉 好的 下半场比赛呢 其实打到这个时段开始 国安队反击的机会挺多的 对方毕竟是为了 进攻 大举压上 一会儿外接 巴顿球那空就够 关切上交易球 刚才巴顿的身体 这球有个追身球 有个高度 能够把他控制不错 这张玉宁还在找找状态 换一下王子明 而且王子明的本身下半场比赛 有张黄牌 好像就是跟尹荣上的那次对抗 对方也受伤下场了 给张玉宁呢 留了将近二十分钟 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当然上级能够找到进球的感觉 最好 是 找感觉嘛 前锋啊 就能够找到色门得分的感觉 就摘出来 赤中国在中国上去 中国的位置 选择又和巴顿 比埃拉星三角形 张艺宁现在在 左路通道在接 我们听到场面 应该是教练组也在喊 让赤中国站住位置 虽然下半场比较 首尔连续换人了 但是其他队员的体能 毕竟上半场比赛太被动了 感觉打到这会儿 也是首尔一部分队员的消耗 已经很大了 这真的比较少见 在中超球队和韩国球队的 对抗当中 对方出现这种极为被动的场面 而且体能也不利 对这来说 对我们咱们职业联赛 职业球队 罗友乃国家队 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因为我们打技术路线 我们能够更好地把球控制住 更好的在局部上 形成这种优势 所以这就要看出 未来我们发展的方向 哪些方面 是应该我们能够借鉴 和把我们的优势 在国际赛场上 以后给它最大化 也是符合足球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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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呢一看 他能够渗透进我们守不住 一看守不住的情况下呢 当然是确实是外援起了 做奥斯卡 再加上这个墨依上去以后 和洛佩斯 把这些进攻当中的好手 怎么利用好打对方的短板 这都是以后我们在国际赛场 应该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这个位置其实往远端过渡呢 如果不是有特别好的 已经准备好的队友的话 其实拿起来已经不太容易了 他就有推上的动作 但是台湾并没有犯法 李磊虽然体能消耗 那但是他提前意识到 得落位把对方呢 往里渗透 内部啊这个传球啊 给断了下来 看这方虽然形成人物相等 但是国安队呢 在中后场呢 还是给大胆的控球啊 往往那一站 宅住了一弯空台 边路黑行成二打一 金奈延上去 他全球的质量 对方商业断奖的很好 他发队 所以啊这支手柔SE 就是没有太多的特点啊 你看那进攻当中 控球吧 你会靠整体啊 也打不出太多的控球优势 啊你在防守当中呢 又缺乏一往韩国队那种防守 对抗的硬度 这也是因为国安队呢 能够很好的控球啊 又是太明显让 韩国队的队员的身体啊 这个特点给他限制住 无声发力 八轮指球还是 打出了力量 不过这种球呢 角度上确实也不太 容易打出威胁 别了 吕鹏上来之后啊 踢的比较简练务实 他就围着比埃拉连续打配合 然后把球摘走 方方今天犯规呢 都各有11次 说叫吹别拉着有点牵强 可能后边身上这个手上有一个拉 有一个拉锁 对 不过在进步分中 索尔FC不能有进球的话 这场比赛太要拿分啊 太难了 太难了 在进步当中 现在目前啊 看不到他们有太好的办法 一组呢 首尔最后一轮比赛要对着墨尔本胜利 当然了 这个组当中墨尔本胜利的综合能力 相比下来可能还反而是这个组现在 最弱的 虽然在积分上的青莱莲上一场比赛 他拿到他们压惯的首个三分 但是那场比赛看完之后 青莱莲自己的综合能力啊 就是这支队的上下浮动挺大的 不好判断 墨尔本胜利今年呢 在这个组状态确实比较低迷 所以最后一轮比赛 首尔呢 不知道拼完墨尔本胜利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先得要看一下家人说的 当然一会儿 等会儿还要看看青莱莲跟墨尔本胜利 对他们压比赛 提出一个什么结果 哦 这下高光明 刚才他已经有点体力不支 这次他明显是上的没收住 这个动作太鲁莽了 今天国安队啊 最后阶段要避免对方的 要尽量躲开对方的这种犯规 但是中超球队把韩国球队踢的 要靠恶意犯规来限制你 确实也少见 另外呢 韩国球队也有他这种风格 说不好听的风格也好 他有的时候啊 这个踢的红眼了 或者踢不顺的时候 他就有的时候这个动作 就超出了规则啊 所有正常规则范围之内 咱来看一下上半场比赛的 那个任意球的得分 这球是真漂亮 随后奥古斯多的 这叫精彩的扫射 好 巴顿没什么大问题了 比赛马上要到85分钟 金带炎踢他右边后位啊 反而助攻上去是好了 是 还要更踢得虽然力足 他从左边上去经常右脚扣来 因为右脚传终啊 还有很多这个能够反省助攻得分的 好的 大顿的摆度 坐下来之后 哎动物身衣服啊 所以现在航空队员队员啊 这个轻微有些企迹啊 这个动作 所以在主流场上现在裁判的必须要套牌了 这次犯规的是20号车五连 这么踢热内西奥就急了 这么踢下去 国安队虽然有优势 但是队员是容易受伤的 这也是首尔 现在球员心态失衡的一个反应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下半场队国安队啊 场上控制力的考验也在这儿 当你有球权优势 对方开始用 这种恶意犯规去限制你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 让对方多消耗 自己还 少受到这种侵犯 不得的 继续 更 học communities 基本上 队防 开 张亦宁稍微大了一点 八顿 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 今天稍后将会出场的是上海生花对阵 韩国的卫山 卫山是今年韩国几支球队当中综合能力非常强 也是韩国联赛今年传控能力最强的 首回合呢 生花队用轮换阵容呢 很难跟对方掰手腕 今天的这场比赛也非常关键 对博斯光荣 对 稍后应该是对博斯光荣 这也是一场生死战 生死战 在生花这个组呢 现在卫山暂时排第一 东京排第二 生花队呢是排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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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龊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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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这是个 其实池中国是已经收了 但是他还是造成了犯规 结果这下 国安队员很明显还是注意力松懈了 是啊 这从这个 杨帆的内部啊 身体的外色塞直接塞进来 接下来双声精 接下来这段补充 加上上队补充线 国安高度助力集中啊 因为现在对于说来说呢 这场比赛他要拿分 对 才有意义 变成1比2 就局面又又红了 还给池中国补了一张黄牌 补了一张黄牌 这是跳向对方的犯规 接下来上队的时间 我们要把节奏控制好 控制休权 再往呢 现在防守要格外注意 看车不出道很快 哇 補四分钟 補不少 嗯 小心中路 反正靠个人能力把球装了下来 很通了 咬一切外球 这可以更好的来消耗时间 66号韩生葵 对方在最后阶段是拼出了一个进球 所以进入到商品补时间 其实厂上大家的心态也比较微妙 毕竟现在又只有一个球差 张宇宁坐过来之后比埃拉 得控制控制了 比埃拉先交回来 比赛有时候从场上双方的形式状态和格局来讲 聪明的球员就是会毕掉对手的锋芒 对方开始抢得凶 情绪亢奋 对抗多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样用控制去躲开他的锋芒 等到他稍微需要喘气调整的时候 再发力 好的 右路 看看这次门前的机会 这时候打的有点离谱 机会是不错的 中场队员在进攻当中最需要练这种位置的技术 是 因为很多僵持局面下 这个位置如果中场队员前叉 有比较好的得分能力 那是很好的打破僵局 现在切尔西队的主教练兰帕德 踢球的时候就在这种位置的技术是一流的 这下顺着不错 看看怎么处理 想过门将 打空门 很轻松 很轻松 感觉张宁做进球这一下 还不说 这个球尔就有点放弃了 他知道没有机会拿分了 让张宁上去找找进球的感觉 这是很很重要的 这一下从启动到调整 既冷静又轻松 门将很难去限制他 有点调头好 神球尖距表持的好 反正手门很冷静 打的漂亮 对方门将一看张宁宁这两步完全控制了距离跟速度优势 很难做动作 领着一下领的很舒服 3比1 下半场比赛国安队再进一球 这也是手腕体能下降 最后阶段真是没办法了 现在伤情捕师呢 也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国安队下半场比赛呢 再进一球锁定胜局 这样的在比赛局面上很好地缓解了刚才那段时间的压力 他这张宁宁打进了一个第三球啊是热内西要把他换上了想要的最好的效果 因为到了淘汰赛阶段我觉得现在国安队封宁首选呢应该还是以张宁宁为主 好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国安队整体的表现 是让大家看的非常的舒服非常的顺畅 而国安队最终的是3比1 也很顺利相对轻松的拿下了首尔 我们在赛后呢 再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出现的四个精彩的进球 这是上半场比赛的国安队在领先之后 奥古斯多打进的啊 应该是全场最佳进球 就一个传统点啊 让王刚呢 过对方呢 前面两个放手轮的顶以后 奥古斯多很聪明 跑两步啊 突然停住这一顿啊 把防手轮啊 的防守区域给呆乱了 领功起来这身球身体啊 打的是相当的舒展啊 球出局就是像棒球的棒球棒子 这球打的很实啊 防他的后卫经验欠缺啊 还在往前铺往回招步的时候 奥古斯多已经调整好了 这是韩国队说是这个进球 咱们稍微有点松懈 这个两个中队的类伍塞进去啊 来讲翻这边啊 这个沈国呢也吃羊排 这球传的稍微也大意 沈国不上就不拼也不行 一捅 捅着 侯森身体的反侧反向 下半场呢 还是能看出国安呢 能够很好的控制比赛节奏啊 这球呢是 虽然 有稍微有些松懈啊 但是这个球呢 能够对方呢 能够打进的也也属正常 紧接着下来呢 咱们啊 张雨宁上去以后 这是最好看的 最好人人轮换 咱既然轮换了上去 找到比赛感觉 尤其进攻当中呢 封键队员能够得分 对接下来的比赛能够打下这个更好的 这种啊 射门的基础 嗯 带球啊 这个一步一带 身体的重心啊 和这个人啊 结合的球的先锯啊 结得很好 而且他打人门之前 他呢 还是很从容啊 盼着手脸要扑的时候 啊 右脚啊 向手脸的身体的右侧这么一扩啊 角度合适啊 另外这球确实让张雨宁上去 没有太多的处流 啊 基本就是啊 能够找到这个进球的感觉 所以整场比赛啊 国安呢 还是能够很好的啊 控制局面啊 以他们所擅长的地面啊 控球 队员上去以后呢 马上能够融入到球队配合当中 其实现在的国安呢 已经生成了一种风格了 他说风格在哪啊 上去以后就是不在局部啊 小快灵能快速的形成人软优势 打控球啊 这个长短结合 你铺上来以后 我就打你反向 再加上两边有有这个能够传众能强的 王刚和李磊 是国安的这个进攻的体系啊 很丰满啊 把队员上去后 谁打到哪个位置啊 马上能够融入到整体当中 所以现在的国安的这个步点 调的是相当顺的 这非常难得 要知道今年呢 到了多哈之后呢 在这个组当中 国安队的起步呢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这个组呢 目前是参赛的中超球队当中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在格局方面最明朗清晰和最容易的一个组 目前呢 国安队五战全胜拿到了15分 排在小组第一 而这场比赛首尔在输球之后呢 形势就变得对他们来说比较复杂 因为今天呢 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呢 是在晚上的20点55分 将会由青莱莲来面对来自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胜利 那么另外一支小组呢 就是我们要提到的 接下来出场的上海生花队 今天晚上呢 将会对阵来自澳大利亚的珀斯光荣 这个组呢 今天较早时间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 是卫山迎战东京的比赛 那场比赛也打得非常的胶着 我们来看一看 这场比赛一上来啊 刚一开场 刚一开场 东京FC现在有一个进球 闪电关进球 拥紧牵右 这较低射这个线路呢 打的门将很难判断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 目前这个进球是压惯啊 这个东亚级小组赛 他得来最快的这个进球了 应该是 这也让卫山一上来 在比赛当中呢 有些不太适应 卫山呢 在这个组的实力非常强 甚至说综合能力 他们应该是最强的 随后卫山在上半场比赛的 这次任意球 这是上半场比赛 马上要结束的时候 又是引比加篮 他在卫山的中场 作用非常关键 而且这个队呢 曾经啊 效力于过那个 延边啊 然后延边在中超的时候 这场比赛之前啊 上海绿生花呢 是落后 东京FC 一个分叉 就是因为啊 两回合呢 双方呢 是各分秋色 跟东京FC相比 而且 要比胜部关系呢 都是一样啊 一个是1比0 一个是2比1 因为呢 啊 三维致并没有什么 这个客场啊 计算客场的这个进球 这场比赛呢 卫山现在要赢了啊 赢得比赛啊 真是啊 最后把柄反超 那是接下来 那就看上一句 生花 是不是要把命运 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首先下一场 马上到9点开始的比赛呢 要对脖子光荣 要争取全体三分呢 最终呢 这场比赛卫山呢 是2比1击败了东京 我们在这个组当中 卫山呢 也拿到他们的第四场胜利 使得自己呢 在这个组当中 基本上锁定了小组第一的位置 由于在这个组当中 珀斯光荣呢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目前在本组还没有拿分 所以今天晚上呢 这场比赛 无论是对于生花 还是对于东京 现在的格局来说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们也希望生花队呢 在稍后的比赛当中 能有好的表现 稍后呢 我们在今天晚上的21点钟 将会看到的就是生花 对阵珀斯光荣 我们在这一段 为您送上的直播 关于亚冠的赛事 今天晚上 国安队呢 要恭喜他们 3比1击败了首尔 也感谢各位的陪伴 感谢公主导的点评 我们稍后亚冠的时段再见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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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